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五亿七千万人口 那东盟在过去几年面对的挑战呢 是他们对印度以及中国大陆的经济举起的一些竞争问题 那当然除此以外呢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使用他们区内这个经济的分别 比如说新加坡是服务业的一个龙头 那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他们的制造业也是非常的蓬勃 印尼 越南 他们的天然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 他们希望把这些不同的原材料拼在一起 而从而呢是产生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 那所以东盟在过去的几十年呢 已经是努力的在组织一个比较合适 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 那在09年的2月份呢 他们就签署了一份协议 是怎样去组织这一个经济联盟 在未来的几年的一个路线图 那这个路线图的重要性呢 有几方面 第一方面他们可以更加完善的发展他们经济 第二方面呢 他们可以抵抗印度以及中国的经济局起 第三方面呢 在世界的舞台上呢 他们也有一定的角色 因为每一个国家 在十个国家里面 每一个国家 他们的经济的体质并不是很大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也相对的少 在组织起来以后呢 他们对于整个政治舞台 以及经济舞台的影响力呢 也是相对的增加 所以我们相信呢 在从投资者或者是企业的角度去看 东盟在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呢 是不可以忽略的 特别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的话 他们的消费者 我们相信从现在到2023年 他们的消费力将会双倍 因此呢 将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者市场